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就是一直说管啥嘛 超一个好的 对 我当时我跟那个男孩聊了也有一段时间 我跟他聊感觉那个男孩不怎么样 我就不跟他聊 我改跟他聊 我跟他发了好多信息 他都不回我 我就说你再不回我 我就要把你拉黑了 再跟别人聊 对 我就 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个骗子 然后他突然之间就跟我说 他说 我喜欢你 我说你都没见过我 你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你说你喜欢我 然后我就没敢跟他聊天 总之是不真实的吧 对 我感觉不真实 他能骗你啥呢 骗色 骗色 他呢 他照片感觉特别帅 这件男孩 你就表白了 是你先表白的吧 对 我不想犯过了 他就是我的 我要赶紧告白 这就对上了 那得见面啊 你们俩隔着这么老远的路啊 我刚开始我不相信他是秀真人 他说他要来找我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 但是我爸妈当时就是以为 就跟我第一想法一样 就是以为是骗子 他就是不同意 我就说行 那我就不去 然后我就偷偷地买这票去了 到了之后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我到了 我说这是不是骗子啊 你也觉得是骗子了 对 我没有见到他的人 我跟他打电话说你在哪个地方呢 然后他说他在火车站外面吃饭了 我说我没有看见你的人呢 其实我看了他了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是他 当时我就看了那个外面 就是火车站外面有一只熊 跑过来跑过去的 啥叫有一只熊 跑过来 当时给我买了一个礼物嘛 比特海高 他那个时候他一米一还不到呢 然后他买了一个一米二的 他整个人抱过来 跑过来跑去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啊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啊 我没 没 刚开始没看到他 只看到熊 没看到人 对 你们想象一下的画面 你看这小姑娘多好啊 多有勇气 你来看我 我给你准备礼物 你带礼物了没呀 小伙子 没有 我先见我都说了 你就差点意思啊 特意理了个发型的 他当时剃了一个波罗爆门头 没想到我第一次见到他 剃个那样的头 怎么人家那么大老远来了 你也不能就扔我这张不理了呀 对 当时我把 带回家了 对 我把他带回家了 带回家了 带回家了 但是给我家买了 第一次去就买了那么多的 贵重的礼物 贵重的礼物 那个不重要 主要是看我长得帅知道吗 很继续 我感觉长得还可以 那就第一次去到云南 人家女孩家 就把人带回安徽了 对 就把他带好了 你就太厉害了 见到爸妈了吗 见到了 这次下了火之后 我就把他接到家了 接到家之后 见了我父母 我父母也挺满意的 就刚开始 一直以为是骗子 然后最后终于相信了 原来是这么一个 单纯可爱的小姑娘 对 好感动啊 会觉得一般的女孩子 都很矜持 然后等着人追 然后追的时候 还需要有一点小脾气 然后还要试探 那个 这个女孩完全 从后到尾就很直接 特别好 你看她在恋爱上是主动 我工作也一样主动 小伙子 你嫁给她以后 你就安心了 你就不用操心了 是这么个事吧 我当上美女去 别看